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艺人 一些新移民由于语言不通 而且对于购车的手续不熟悉 而惨遭黑心二手车行诈骗 这些可恶的诈骗犯 也逐渐把黑手伸向了 还涉事未深的留学生 一些新移民由于语言不通 并且对购车手续不熟悉 而惨遭黑心二手车行的诈骗 而这些可恶的诈骗犯 也逐渐把黑手伸向了 涉事未深的小留学生 一句华人帮华人的义气承诺 让在洛杉矶学习的张某 连续被骗了两次 损失了近八万美金 得到的却是一个无法发动的汽车 和一张不具有任何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合同 朋友介绍 然后到他那买一台改装的一个福特 然后买完那台车付完钱以后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才拿到车 中间他说这车有毛病 要给我弄得完善一点 然后我就一直在相信他 但是最后拿到车以后 我发现他讲的那些毛病 他都没给我修 然后当时我就感觉 这个车毛病可能是太多了 我就给他发个信 我说这个车没法要了 然后他还说是 都是朋友 然后可以给我换 别的车行 你买完车是肯定不能换 更别说退了 然后我说那换也行 我以为是换的话是 等值交换 换一个 也是换一个五万两块钱的车 然后我一算的话 我就等于是花八万块左右 买一辆他用了好几个月的二手车 但是新车才七万多 就是我等于花八万买一辆七万的新车 还是用过的 欲言不通 又怕程序麻烦 是张某陷入陷阱的诱因 那么购买汽车真的会那么麻烦吗 真正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新的车行有一个 我们英文叫做Bahn Bahn是一个保证 那Dirt Party有可能他们没有那个保证 那没有保证的时候 就比较危险一点 如果你有问题 那你去那谁跟你保护那个事情 是没有保险 什么都没有 是私人的 新移民过来 不懂那个美国的亏损 最好去车行里面买 车行 新的车行里面 它有中文的口筒里面给你看 看看轻轻去就在买那个车子 都是朋友 我不能骗你 华人帮华人 诈骗犯就是靠着这些金牌局势 招摇撞骗 针对这些可恶的骗子 我们应该如何缓击呢 我的建议就是 第一不论是买卖像车子房子 或者是任何的比较大宗的东西 最好还是有一个合约 书面的合约 那么最近碰到的一些案例 就会发现说 很多的新移民朋友 那么来了以后 他并不熟悉美国的法律和法律的程序 有的时候 觉得有书面的东西就可以解决 但殊不知这个书面东西也未必 就反映了他们真实的这种 合同的这种意愿 目前张某正在与律师进行沟通 开始上诉 关于案件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会继续追踪报道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新移民和留学生 不要因为语言不通 怕麻烦走捷径 一定要去正规机构处理各种事项 看似费时 或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千万不要因为贪图省时或者省钱 而走入了骗子的陷阱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明镜庇和赌兰 来明镜庇